101年全国语文竞赛 即将在101年11月24日至26日 在彰化县盛大举行 19日在县府中庭召开活动记者会 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曹冯甫 县长卓博元教育处代理处长陈毅玲 以及县内国中小学校长等人共同出席参与 我们贯彻彰化走出去世界走进来的理念 我们延续着100全运 还有2012台湾灯会 还有我们全国科展在彰化举办的成功的经验 我们再次跟大家宣布好消息 我们这一次全国语文竞赛就在彰化来举办 这是一个多元尊重 关怀包容的一个国语文竞赛 里面有我们的国语 还有闽南语 还有客家语 还有原住民语 可以说呢 包含了现在台湾各个民族所使用的语言 那在读听说写方面呢 我们邀请了经过全国各县市 所推选的语文精英 总共有2065位的选手高手要来彰化 我相信呢 这一定是我们文采半线 文采彰化的一个年度的盛事 这也是有史以来呢 举办全国语文竞赛规模最大的一次 卓县长表示 全国语文竞赛是教育界年度盛事 期待所有选手这次到彰化线比赛都有冰至如归的感觉 同时希望透过这次语文竞赛的交流 可以借此弘扬语文竞赛的精神 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你这所有的医院都是真贵的主缆 你不能让去留宿 要保护 要为护这些重要的护修的主缆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多多使用 每次留家里面使用 去买菜才去使用 所以南国国小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积极来准备 那不管是场地的提供或是各项竞赛工作项目的进行 那这部分那么有所有我们管理老师 两三才有将近三百位竞赛人员来协助 此次全国语文竞赛项目包括 国语文 闽南语 客家语 原住民族语 作文 写字等竞赛 11月25日在南国国小及国立彰化高中进行各项赛事 唯一历届比赛教授比例最高的一次 其能达到公平专业公正的评判 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道 小匙刀 小匙刀